大家好,欢迎收听抹黑课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 也抹去你对视障者的旗舰 首先,请你闭起双眼 顺着站起来 走走路 走到你熟悉的地方做一件事情 例如,拿起你的杯子倒水 例如,走到厕所洗手 完成了吗? 如果要花一点时间 你可以暂停播放节目 诶,等一下 请你闭着眼睛按暂停 完成了吗? 请问你是觉得新奇 还是充满恐惧 我们是以科技服务视障者的有声书学会 我是主持人木炭 对很多人来说 反正最后都是看不见 什么时候看不见都没有什么差别 但其实失明 失去视力这件事情 在不同的阶段发生 对这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影响 例如,我们刚刚邀请您 闭起眼睛 做一件你熟悉的事情 因为你认识这个世界 你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剥夺了你的视力 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 跟天生失明的视障者相比 还要来的害怕 而透过了解这份恐惧 并且您愿意认识接纳这份恐惧之后 我们才能够更理解 视障者他的情绪 他的处境 而不会再对他们充满的歧视跟误解 这个节目会带大家阅读一些 视障相关的书籍 由我跟一些特别来宾 一起聊聊书本里面的内容 节目第一季要聊的书籍是 《迎接世忙忙世界》 《忙的意义》《影响》及《面对》 这本书是视障界的Bible 它的内容主要以后天失明者为主 分析失明造成的丧失 接着讨论如何恢复他们的能力 以及其他的替代方案 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让大家理解 用同情的眼光看待视障者 其实这隐含着你对他的排斥跟歧视 唯有在认识、了解之后 才不会对失明恐惧 也才能跨出帮助视障者的第一步 这个节目适合关心视障者的你 想了解视障者的你 对视障者好奇的你 或即将要跟视障者共事相处的你 邀请你每周播出一点时间 跟我们一起关掉你的视觉 感受视障者的世界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第一集见 本节目由社团法人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录制剪辑 欢迎大家上Facebook搜寻 有声书学会 如有任何意见 也欢迎来讯与我们分享 有声书学会 以科技服务视障者的NPO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edu